你好,欢迎每天听本书,我是徐玲 今天为你解读的是《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 这本书的作者叫托马斯·谢林 他是一位博弈论大师 提起博弈论大师,你可能会马上想到约翰·纳什这样的数学天才 在纸上写写画画这一堆谁也看不懂的方程式 的确,绝大多数博弈论学者都大量运用数学推导 不过,今天要讲的这位托马斯·谢林却很不一样 他几乎不用数学推导 只用文字和简单的图表就能表达自己的博弈论思想 更显大师功力 谢林这个名字在历史上被两次浓墨重彩的提起 第一次是冷战时期 你想象一下冷战当时的情形 美苏双方处于备战状态,一触即发 美国家家户户都在自家后院挖房空洞 一个雷达操作员只要一不小心出现误操作 就很有可能引发一场毁灭人类的核战争 好多人都说啊,那会儿的紧张程度 就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前夜 就这么一个紧张环境 但是最后你发现,风平浪静,啥事也没发生 为什么会这样呢? 这就要说到本书的作者谢林 他提了一个看似特别微小的建议 就是美苏双方之间安宜不热线电话 可以随时通话 安电话这事儿啊,在我们今天看来特别平常 但是如果回到当时的情景 这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两边都是军事强国啊,都快要打起来了 一个按钮,核武器就过去了 还让两边派出人来相互商量 该不该打,这可能吗? 就这么个看起来不可思议的建议 还真被采纳了 在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期间 美苏就在几天之内打了几十个电话 即使是在冷战最黑暗的时刻 美苏双方的操作员仍然每天认真检查机器 相互问候 可以说,美苏争霸 能够斗而不破 没有从冷战发展为核大战 谢灵功不可没 经此一意 谢灵一战成名 谢灵在2005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给她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 在核军事竞赛的背景下 通过对博弈论的分析 加深了人们对冲突与合作的理解 听到这个颁奖词 我感觉好像是诺贝尔委员会特别想给她一个经济学奖 再饶给她一个和平奖 谢灵这个名字第二次被提起就是今天 你发现没有 今天的世界局势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 大国之间开始了新一轮的博弈 比如英国脱欧 中美贸易战 谢灵的博弈论再一次成为很多学者研究的对象 如果你在得道站内搜索谢灵这两个字 会发现很多老师都在反复谈到她 包括薛兆峰 何帆 万维刚 王硕等等 这本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 是谢灵的代表作之一 首次出版于1970年代 我作为一个财经作者 一直把这本书当成我家书架上的镇馆之宝 今天这本压箱底的书又被我翻出来重读 书名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 念起来很绕口 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 这是我的选择 跟你没有关系 而这本书恰恰告诉你 不 你的每个选择都与别人有关系 不但会影响到别人 而且很有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社会 微观动机与宏观行为之间 存在着复杂的互动 我认为这本书的最大价值在于 帮助我们突破个体视野的局限 站在一个更高的维度 去理解这个世界运行的逻辑 下面我们就从三种典型情况入手 来看看微观动机是怎样影响宏观行为的 先来说一种最简单的情况 就是个人无论怎么选择 都对社会整体结果没有影响 既不能增进整体福利也不会降低整体福利 说社会可能有点大 我们回到一个班级来看 你小时候有没有和同学玩过这样一种游戏 抢凳子 十个人只有九个凳子 不管每个人是争先恐后 还是每个人都特别佛系 最终的结果是一样的 就是一定会剩下一个人站着 其实这是一种事先规定了的概率在起作用 无论怎么努力总有人会输 这是无法改变的结果 在这里概率的客观规律是显而易见的 接下来我再举一个不那么明显 稍微有点烧脑的例子 同样是概率决定的 你看能不能想明白 这是一个关于男女比例的问题 题目是这样的 假设生男孩生女孩的概率为各50% 不能在孩子出生之前选择孩子的性别 每对夫妻都希望至少有一个男孩 于是大家都采取这样一种生育策略 如果投胎是男孩就不再生了 如果投胎是女孩那就生二胎 如果二胎是男孩那就不再生了 如果二胎是女孩再继续生 直到生出男孩为止 那么现在问你 整个社会中是男孩多还是女孩多 这里我停顿几秒钟 你先思考一下 下面我就要公布正确答案了 正确答案是 男孩女孩一样多 为什么呢 你想 不管每个家庭采取什么生育策略 所有的投胎孩子都是男孩女孩各一半 所有的二胎孩子也是男孩女孩各一半 所有的三胎孩子也是一样 以此类推 所以只要不能在孩子出生之前选择性别 男女出生比例就是百分之五十 这个概率是事先决定了的 不受每个家庭生育策略的影响 好 这个例子搞明白了 下面我们再来个更烧脑的例子 题目是这样的 你面前摆着两杯酒 一杯红酒 一杯白酒 两杯酒一样多 现在你拿一把勺子 先从红酒杯里咬一满勺红酒到白酒杯里 接着再从这杯白酒里咬一满勺放回红酒杯里 现在请问是白酒杯里的红酒多还是红酒杯里的白酒多 同样的这里我停顿几秒钟 你先思考一下 下面我公布答案 你是不是蒙了一个和刚才相同的答案 一样多 恭喜你 蒙对了 为什么呢 你想 每杯酒前后的体积是不变的 这就意味着 不管红酒杯里掺入了多少白酒 都有等量的红酒被替换出来 掺入了白酒杯 所以 白酒杯里的红酒和红酒杯里的白酒 肯定是一样多的 这跟勺子的大小没有关系 跟往回咬之前 白酒杯里的红酒有没有摇晃均匀 也没有关系 如果你还没有想明白 可以在心里做一个小游戏 左边十颗红豆 右边十颗绿豆 你先从左边抓三颗红豆到右边的绿豆里 再从右边随便抓三颗豆子放回到左边 你叔叔看 红豆里的绿豆树和绿豆里的红豆树是不是一样多 如果还没明白 你就在留言区给我留言吧 我保证让你明白为止 上面这几个例子告诉我们 社会系统中有一些隐蔽的客观规律 他们的结果不受我们个人选择的影响 就好像是孙猴子无论怎么翻 也翻不出如来佛祖的手掌心 这是我们在分析微观动机对宏观行为的影响时 要考虑的第一种情况 当然了 肯定不是所有的个人选择都对社会整体没有影响 除了上面所说的这第一种情况 个人选择对社会整体的影响还可能有两种情况 一种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选择提升了社会福利 另一种是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选择降低了社会福利 对前面一种情况我们很好理解 这不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看不见的手吗 不过谢林在这本书中提醒我们 看不见的手原理 也就是只要人人自私自利 就可以增进社会整体福利的情况 其实只是博弈论中的一个特例 更常见的情况是反过来的 我们每个人都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 结果降低了社会的整体福利 下面我们就来重点讨论这种情况 想象一下这样一个场景 在一个剧场里看演出 坐在前排的观众对后排观众的视野稍微有一点阻挡 对你来说 如果前面的人坐着 你的最有选择是站着 因为这样可以看得更清楚 如果前面的人站着 那么你自己就更得站着 否则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当然你肯定不会首先站起来 这样显得不文明 但是如果这时候旁边有个人率先站了起来 挡住了他后面的观众 那么他后面的观众就不得不站起来 这样就会挡住更多的观众 于是就会有更多的人站起来 你一看 当然也就会跟着站起来 最后所有的观众都站了起来 甚至包括第一排的观众 因为他们怕有不守规矩的人会绕过椅子站到他们前面 这就出现了一个什么情况呢 所有观众都站着 跟所有观众都坐着 大家的视野被遮挡程度是一样的 但是所有人都不得不站着看完演出 站着看比坐着看累 每个人都付出了成本 却没有任何收益 更糟糕的是 一旦都站起来了 就很难倒回去了 这是一个稳定均衡 个体没办法改变这种情况 每个人心里都会想 如果只有我坐下了 而别人不坐下 我就什么都看不到了 这其实就是博弈论当中的军备竞赛模型 这个情况 家长们肯定很熟悉 现在家长跟孩子补课就是这么个局面 这竞赛真是从小学就开始白热化了 我自家孩子就面临这个情况 如果别的孩子都不补习 那自家孩子的最优策略肯定是补习啊 因为这样可以带来竞争优势 等于是提前抢跑 如果别的孩子都在补习 那自家孩子当然也必须补习 这样才能保证不落后 不然岂不是输在了起跑线上 这样的结果就是 所有孩子都在补习 每个孩子都牺牲了玩耍的时间 却没有人因此获得竞争优势 而且虽然每个家长都明白这个道理 但是没有人会率先放弃补习 因为这样会导致竞争劣势 军备竞赛就是这样一种典型案例 个人利益最大化选择 导致了社会整体的福利下降 除此之外 还有一种典型案例 就是公用地悲剧 这通常是指大家不加节制的使用公共资源 结果导致公共资源的枯竭 给每个人都带来了负效用 比如每个人都开车上班 导致大堵车 结果每个人都迟到 再比如不加节制的捕鱼 造成了鱼业资源的枯竭 最后每个人都无鱼可捕 关于公用地悲剧 我在这里补充一个特别典型的案例 在太平洋上有一个小小的岛国 叫做脑鲁 脑鲁国民都很穷 因为岛上没什么资源 岛上只有一样东西最多 就是鸟粪 太平洋上的海鸟长期在这里变变 久而久之 岛上就覆盖了一层厚厚的鸟粪 由这些粪便压缩成的石头 就叫做鸟粪石 一开始 谁也不知道这些石头有啥用 但后来发现 鸟粪石里面含有大量的鳞 铃是一种重要的化肥 整个脑鲁岛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灵况 接下来的情节 我们能大致猜到 脑鲁人争先恐后的去挖石头 丝挖烂采 毫无规划 靠挖石头富起来之后 也没有拿钱去搞生产 谋发展 而是躺着买买买 吃吃吃 结果导致全体脑鲁人 像吹气球一样被吹了起来 脑鲁人本来普遍瘦小 现在九成的成年人超重 百分之四十的成年人有糖尿病 更悲催的是 挖了三十多年 所有的鸟粪石都被挖光了 脑鲁人又一夜回到解放前 还落下一身病 真是欲哭无泪 关于公用地悲剧 还有一个例子让我印象深刻 是谢灵在这本书中提到的 在早高峰的高速公路上 如果向南的车道 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那么另一个方向的车道 也就是向北车道的车速 下降的往往比向南车道还要快 这是为什么呢 原因非常可笑 就是向北车道的司机出于好奇心 想看看另一边车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于是不约而同的踩了一脚刹车 花十秒钟时间匆匆往那边看了一眼 十秒钟看着没啥 但想想看 如果每辆车都多花十秒钟 那么后面的车速就会越来越慢 有的司机到达事故现场时 会多花十分钟时间 最后面的司机甚至会耽误一个小时 更可笑的是 这时候可能现场已经被清理干净了 但后面来的人想搞清楚 前面的人到底在看什么 仍然会放满车速 从这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 公用地悲剧和军备竞赛有一个共同特点 就是一旦陷入这样的困境 系统是没有自我修复能力的 仅靠个人选择 无法扭转局面 这时候就需要外部力量的介入 一个强制性的法律法规或者社会公约 统一规划 统一安排 为者重罚 比如在高速公路堵车的例子中 就需要由警察过来维持秩序 要求所有车辆都全速前进 不得在路上滞留 这样才可能让交通恢复通常 我们想象一下当时司机们的心情啊 那些还需要缓慢爬行两公里 才能到达事故现场的人 肯定很高兴 不用堵车了 而那些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 马上就要到达事故地点的人 却很可能不高兴 自己为别人的好奇心付出了成本 却没有任何收益 白赌了这么久 不过也不是所有系统都需要外力的干预 也有这样一种系统 它具有自我修复能力 在失衡之后 可以自动出现反向运动 于是呈现出一种反复震荡的模式 这样听起来有点抽象 我还是用书里的例子来说明 某个贫穷国家 麻疹疫情非常严重 于是开展了一个婴儿麻疹疫苗接种项目 一开始项目进行得很顺利 母亲们不顾路途遥远 都积极地过来接种 之后一年多里 因为大部分的婴儿都接种了疫苗 这个地区就没有再出现过麻疹 母亲们觉得安全了 这时候再为接种疫苗来回奔波 就显得不划算 于是接下来的一大批新生儿都没有接种 这为麻疹的卷土重来提供了条件 没过多久 又一轮麻疹疫情爆发 吓坏了的母亲们又纷纷抱着孩子来接种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情况 如果大部分新生儿都来接种疫苗 这时候不太可能出现麻疹疫情 所以自己的最优策略就是不接种 省事 而当大部分新生儿都不接种疫苗 出现疫情的概率就变高了 这时候自己的最优策略就是接种保命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最优选择不是固定的 而是要取决于别人是怎么选的 在这种情况下接种率就形成了一种震荡模式 一段时间高一段时间低 震荡模式下社会系统变得不稳定 震荡模式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一些重要问题 都说当好人会吃亏 坏人占尽便宜 坏人比好人更有生存优势 那么按照优胜劣汰原理 好人早该灭绝了或者非常少 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啊 好人并不明显比坏人少 这是为什么呢 我们来分析一下 假设一开始所有人都是坏人 人人相互背叛 那么每个人的收益都很低 这时候如果出现一些好人 哪怕数量相当少 但他们彼此合作就能获得稳定的收益 这时候好人就比坏人更有生存优势 所以好人就越来越多 但是之后会发生什么呢 随着好人越来越多 坏人越来越少 这意味着坏人彼此碰面 相互伤害的几率就变小了 而坏人遇到好人的几率变得更高 坏人通过单方背叛好人 捞一把就走的成功率就大大提升 大家看见当坏人有利可图 就会纷纷转而当坏人 于是合作就越来越少 背叛越来越多 又回到了当初人人都是坏人的状态 所以社会上到底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呢 其实就是刚才所说的震荡模式 当坏人太多 好人就开始占优 而当好人太多 坏人又开始占优 于是坏人和好人的比例 在两个极端之间反复震荡 无论好人坏人 都没有一劳永逸的优势 好 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二种情况 个人的利益最大化选择 导致了社会整体福利的下降 典型场景包括军备竞赛 公用地悲剧 以及震荡模式 最后我们再来讨论一种特殊的情况 在这种情况下 个人并不是追求利益最大化 而是根据个人偏好来做出选择 不极端 很温和 但是这样的选择却意外导致了极端的社会结果 我们从谢灵亲身经历的一个奇怪事件讲起 有一次 谢灵受邀去做一场学术报告 当她来到报告大厅时 发现现场八百多名观众 满满当当的挤在从第十三排到最后一排的座位上 而前十二排空无一人 谢灵以为是主办方做了什么特殊安排 结果主办方告诉她 根本没做任何安排 这是现场观众自愿选座的结果 整场报告下来 谢灵感到很无奈 因为隔着十二排座位做演讲 就好像是跟合对案的人在喊话 整场讲下来又没法跟观众互动 自己还特心累 事后谢灵分析 究竟是现场观众什么样的奇怪偏好 导致了这样极端的座位分布 一种最容易想到的情况就是 所有人都喜欢坐得离讲台尽可能远 最先到达的人坐在最后一排 其次是倒数第二排 以此类推 结果就形成了前十二排空无一人 但是这不太可能啊 来听报告的 多少对谢灵都感兴趣 一个愿意离得近一点的粉丝都没有吗 都喜欢坐在最远的位置 这个情况有点极端 那该怎么解释呢 事实上 还有几种看上去不那么极端的偏好 也可能造成这种座位分布 比如 每个人都不喜欢暴露在人群的最前面 而不管是坐在第几排 第一个来到会场的人 碰巧坐到了第十三排 而后面来的所有人都不想坐到他的前面去 于是呢就造成了前十二排没人 还有一种可能 就是现场观众只是想扎堆坐 坐到其他人的旁边 最先来的几个人碰巧坐到了会场靠后的位置 后面来的人都紧挨着他们坐 这样也会造成前十二排没人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到 现场观众的真实偏好 也许并不极端 他们只是不想暴露在最前面 或者只是想挨着别人坐 但是根据这种温和偏好所做出的选择 却造成了前面十二排空无一人的极端情况 这是谁也没有料到 是谁也不愿意的 如果主办方要求观众 集体前移十二排 所有人应该都会更满意 你可能会觉得出现这样的作为分布是偶然事件 不具有普遍性 说服力不强 不过经常参加讲座的朋友告诉我 前十二排都没人确实夸张了点 但前三四排没人是很常见的事 可见偶然中也带有一定的必然性 更重要的是 类似的过程可能会发生在重要的社会领域 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这就值得重视了 比如谢林有一项著名的研究 在学界被反复引用 是关于美国社区的种族分离过程的 谢林写这本书的时候是1970年代 当时美国废除种族隔离制度已经有20多年了 但是美国的大城市里 却并没有出现想象中的种族融合 你很容易找到全是白人或者全是黑人的社区 却很难找到种族融合的社区 比如白人或黑人的比例不超过社区全部人口的四分之三 即使有这样的社区也很难长期保持种族融合状态 如果每隔十年去考察一次美国社区的人口比例 会发现美国社区总是倾向于种族越来越分离 白人和黑人各自抱团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不能武断地认为 美国的大多数城市居民仍然是种族主义者 对此谢林做了一个简单的推演 想象一下 现在有一个九宫阁 我在中间那个阁子里面 周围有八个阁子代表八个邻居 我并不是种族主义者 但是我也不希望自己成为绝对的少数派 我只要求八个邻居当中 至少有三分之一的邻居 肤色和自己一样 如果达不到这个要求 我就搬家 这不算过分吧 但是如果一个社区里 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要求 不满意就搬家 那么一开始黑白融合的社区 就会变得越来越分离 最后变成了美国社区 现在这种黑白分明的模式 你看 仅仅是要求三分之一的邻居肤色 和自己一样 这种温和的偏好 竟然会导致完全的种族分离 这样的极端结果 是谁也没有想到的 这就是我们讨论的第三种情况 看上去并不极端的个人偏好 却导致了极端的社会结果 好 本期音频 我们重点讲了微观动机 影响宏观行为的三种典型情况 分别是 个人选择对整体结果没有影响 个人选择导致了整体福利下降 以及个人选择导致了极端的社会结果 当然 除了这三种典型情况 书里还设计了一些更复杂的互动模型 如果你感兴趣 推荐你去看原书 得到电子书里就有 你还可以去得到站内 听其他老师讲谢灵的博弈论 相关课程我给你整理好 放在文稿的最后了 书讲完了 我再说一点自己的感想 可以发现 不管我们主观上是不是想改变这个世界 实际上我们每个人的每次选择 最后都可能影响到这个世界 我们每个人对这个世界是负有责任的 另一方面 类似美国社区分离的例子也提醒我们 世界很复杂 当看到一种宏观行为时 不要急于下结论 不要草率的去反推每个人的微观动机 因为很有可能会出错 复杂系统中 个人相互影响的结果并不是显而易见的 这也正是博弈论的魅力所在 最后我想问问 你在生活中有没有碰到 微观动机影响宏观行为的例子呢 请在留言区分享给我 你还可以点击红包分享按钮 把这本书免费分享给 对博弈论感兴趣的朋友 恭喜你又听完了一本书